你再試一次就行了,白色 很快就可以了 其實壓也有機會 但是保險一點 還是要拼 行了,輕鬆 這樣就畢業了 真的沒問題 你怕誰啊? 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這樣就自殺了 這個我們怕不怕 我怕不怕 還要用一隻東西 還要用一隻東西 什麼 還有幾隻貓 四隻 還有幾隻 還有幾隻 還有三隻 還有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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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隻貓一隻 對 這個好了 不行 先試一下 再用黑色 哈囉,大家好 今次想說一說 補充一下 夾娃娃的一些技巧 都沒有正式說過 因為我自己也不太熟 所以很難做到教學 但是我自己也叫做夾過 夾過一些娃娃 但是我暫時沒有夾過任何一個 除了補夾之外 我夾的那些我暫時不教不到 所以我先教這些小的娃娃 沒錯 其實這些台式機來說 最重要是 有幾個技巧要學的 第一個 其實大家都知道 第一個就是直上直落 直上直落的爪就是這樣 這個是爪 好 讓我重新來 好 當這隻是爪 這隻是爪 直接在公仔裡 這樣下去 直上直落 沒錯 基本上這個任何人都會認識 任何人都會認識 怎樣直上直落 所以都比較難夾 可以試一下用 這個時候可以試一下用直上直落 拉高 看看他會不會跌在這些位置 或者是這些位置 去到這些位置 其實已經是容易夾了一點 不過就 看回那個人的技巧 那個實力如何 都要 但是直上直落 當然都有一個用途 沒錯 而另一個用途就是 當這部機 即是夾公仔機 有這部 這部範圍 全部都是雜物 即是佔高了一層 甚至兩三層的話 直上直落是有機會 將他的公仔 由這部 是直接出貨的 剛才也有一段是直接出貨的 那就不多說了 直上直落的用途就是這些 除了這兩個用途之外 暫時 暫時應該沒有 或者有 我要遲些補充 因為我不是很熟 講明才我不是很熟 好了 講完直上直落這個用途 是時候講另一個技巧 基本上 每個人 即是每個懂得玩的 香港人 或者台灣人來說 都是用這個方法 我教最基本的給大家看 我們先說出口位 出貨位 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定一個目標 就是這隻魚衣貝 定一個魚衣貝 但要怎樣夾它出來 這就是一個問題 而台灣人或者香港人 常用在這些台式機的技巧就是 上下挫 最基本上下挫 但是怎樣挫呢 怎樣挫這裡 就是一個技巧 我們先選一選落爪的地方 落爪的地方 我自己會定在這個位置 這一塊是塊板 這一塊紅色是這一塊板 然後我們用黑色筆 用黑色筆 大約落爪的位置 就當是這裡 這裡落爪 為什麼要在這裡落爪呢 因為其實 如果你直接在這裡落 它會掉出來 都會掉到這些位置 因為 它的機器上到頂 就會放走那個獵物 那個目標 所以如果你在這裡落爪的話 極其量它只會在這裡 這個範圍盤損 就不會落到這個出貨的位置 所以怎樣做才會令到它出貨呢 記住 在這個位置落爪 在這個位置落爪 上下挫 最基本是怎樣呢 就是這樣一路向前 一路向前 把爪一路向前 等一會 按錯 這裡先拆掉它 那 就當這裡出貨 落爪點 落爪點 然後爪一路向前 向前 去到這裡 到這裡 就是這個箭咀左右 然後拉回後 立即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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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爪 你感覺到爪 差不多去到那個位置最後 就可以落爪 但是它的落爪位 一定要在這個位置 不一定 不過最好就近 在出貨點 近在出貨點 然後 然後 爪 理論上 正常一般速度 即坊間速度的夾攻仔機 都會是這樣落的 看著 你看到這裡下爪 這裡下 然後就會這樣當 大致上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那個技巧大概就是這樣 你扔到這裡的最盡頭 之後下爪 那爪就會向這裡下 然後再這樣扔回來 然後夾到這個月衣背 但是呢 但是也要講運氣 或者是靠你夾的位置好不好 那我們再來 那當你認識了這個技巧 即是在這裡下爪 然後又會扔下來 其實都 距離你學識這個技巧都不遠 好 那我們再來一次 嗯 那剛才就教了 很普通的 這樣上去 然後到這裡 然後馬上退後 這裡為止 然後馬上退後 馬上退後 那我爪在理論上 就會這樣飄過去 好像太誇張了 這個 那爪就會是 這裡 爪去到這樣盡頭 然後再下來 然後再夾著這個月衣背 沒錯 好 那 這就是最基本的脫爪 最基本的脫爪 那就是為了把這隻公仔拖出來 然後頸放開 就掉到這個位置 這個是很基本的 最基本的技巧 另外一個比較深一點 高階一點的技巧 我暫時都在摸索 在摸索的技巧 那就是上下錫 不斷上下錫 上下錫 跟剛才的技巧差不多 那就不斷上下錫 上下錫 上下錫 噪到差不多 爪 你感覺到它很大 那個脫幅 就是那個脫幅很大的時候 你就可以 也是一樣 在這個位置裡落爪 最盡頭,爪的最盡頭下爪 有機會再令範圍擴大 可能變成這裡下爪點 然後這裡下爪點 然後就這樣下去,然後再這樣夾著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因為其實是很複雜的一件事 因為我領悟這個是領悟了很久 我看過很多其他人的影片,很多其他人的教學 他就說,拉桿一向上,立刻退後立刻按 這個例如1,這個紅色 這個1,這個2,將1向上拉 去到位置的一半,然後立刻向後再按按鈕 這個我差不多抓了很久才知道原來是這樣 因為其實要拿捏這個時間點是很難的 例如一般高手來說,他們已經很熟悉了夾公仔的流程 已經是不會錯的 但其實新手來說,就不會知道落爪的時間點是怎樣的 究竟是怎樣才可以夾到 怎樣才可以脫爪,脫到一個正確的幅度 正確的落爪時間點 但新手不會知道落爪時間點 所以我也覺得有機會 可能要再講一講這個 因為其實我的朋友也是,就算我自己也是 我自己也是一開始落爪錯了 怎樣為之錯了呢 就是這樣 譬如你的爪不是最盡頭落的 而是譬如這個位置落 這個位置落的話,其實這樣落 會撞到這塊板 或者是撞到這塊板 或者是爪去不完這個位置 相反,如果你是最盡頭的話 譬如最盡頭 最盡頭,然後撞過來 其實是 這一點的差距就令你夾不到 所以這個真的要拿捏和訓練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要說的就是 你掉的時候 你感覺到,或者你看到那隻爪 差不多到最尾的時候 差不多到最尾的時候就按了 這樣就不是立刻按的 不是創意立刻按的 這個就可能會令到落爪的時間有一點差距 這個我自己也試過 所以也想分享給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個 我講解得 適不適合,或者怎樣說呢 清不清晰,可能不太清晰 我有機會再拍給大家看 因為其實夾娃娃都很深 很深奧的一模學問 畢竟我交了很多學費 我才會學會到這個真心的人 要夾了很多娃娃我才會領不到怎樣夾 沒錯,那我們下次回來繼續玩玩玩的 夾公公仔,好,拜拜